公司是迎来管理的 家的是迎来爱的 听到这句话 奶茶妹妹一脸幸福 刘强东带着爱妻到英国牛津大学 处处放闪 秀恩爱 回顾大学时还担心找不到女朋友 靠社会国专业找不到女朋友不行 我想总之找到女朋友 想了半天 在那个年代 1993年 刘强东大学念社会学 后来修电脑资讯课 如今身价六百多亿 而他创办的京东 在最新一份全球品牌价值报告中 发展速度名列第一 超越阿里巴巴 更把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 甩在第十三名 在牛津演讲时 他不忘嘲讽亚马逊 他嘲讽亚马逊要花两天才能将包裹送达 因为京东在大陆百分之九十七的包裹 都是二十四小时送到消费者手中 京东最近又推出了无人车配送包裹 无人卡车和无人飞机也即将上路 在美国电商巨头面前展现实力 记者戴综综合报道